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早晨我是梁建峰 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新一集的時事觀察集結號 特別多謝在YouTube上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再一次拜託大家 幫我們轉傳給更多的朋友 轉發點讚 我們期待 這個年底之前我們的訂閱戶 能不能夠到20萬 現在還差5千多 希望大家幫幫忙 幫我們給更多的朋友來訂閱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點點訂閱 以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片的消息 好了 今天就是輪到第四個禮拜 過去第四個禮拜 我會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但是信眾要求 因為很多朋友就說 聽阿余錦光先生 一個月才來一次 等得太久了 最近跟阿余錦光先生 情傷了 他說答應 好 一個月可以上來兩次的節目 所以現在我們安排了 就是每個月的第二 和第四個禮拜 都是阿余錦光先生 上我們節目 跟我們用金融財經經濟的角度 來看世界的事局 好 就跟Larry打一招呼 Larry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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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又抽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今天阿余錦光先生 Larry就定了一個題目 就說一帶一路 十周年 十年了 這個是習近平上台 推出一個大的國策 十年了 究竟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中國價值觀的升級 究竟十年前和十年下 或者推動一帶一路到現在 中國有什麼變化 因為最初一帶一路出來的時候 其實不看好 或者搶壞的人都頗多 就會覺得 中國在搞形象工程 怎麼可能做到的事 這麼多國家 這個一帶一路完善 國家又多 宗教又複雜 政局又不穩定 拿錢去幫那些國家 搞基建 不如幫一下自己的人 很多這些負面 十年了 十年推動到現在是怎樣的狀況 或者我們又 聽聽Larry 怎麼和我們總結一下這個十年 梁總 你真的看得很透徹 這十年 在十年前 現在當然是容易說話的 很多時候 時後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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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後炮 馬後炮 永遠都是又響又漂亮又正的 OK 首先我先說兩件事 這次梁總工 給我機會 跟大家分享多一次每個月 這次我改了少許形式 我試試把事情 說得深入少少 說得沒有那麼闊 我們把題目也縮在這裏 中間可能夾雜了一些我個人的思想 的看法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我比較上不是那麼 循規道舉 即是conventional 一般的做法 我是看事實發生了 形勢去判斷究竟 這個 是會怎樣的 首先 大家記住 2003年 我相信 2013年 9月 以前有一個人 叫做 彭麗媛的老公 就是習近平 他沒有彭麗媛那麼出名 那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他出來 做中國的領導人 當時他提出一帶一路 我們相信大家真的拿個地圖看看 當時的一帶一路說這件事 中國都未做了很多高鐵 中國有很多事情都開始 人家對他那種基建能力是沒有信心的 從西方那裏看 這個想法是可笑的 這麼多年西方 所有強權 大家數一下 從荷蘭人開始 西班牙人 去到英國 甚至乎 不等待的德國 都有戰艦 不要說我們大美國 我們海軍多厲害 尤其現在 大家還在勉懷 很多人移民到英國 英國的意思是很威風的 他派兩隻炮艦 就可以 進軍我們中國 逼你吃鴉片 鴉片戰爭 他現在還仁以為榮 英國 我搶了你幾多東西 你去我們英國大英博物館 比你故宮博物館好看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海決 以前台灣 台灣也好像被荷蘭人 先去荷蘭人 荷蘭人先去荷蘭人 荷蘭人那時候很怪 又不怪他成功打 所以他那個 海權 而習近平 怪二零一三年九月 提出人類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 他講出來都沒有誰記得他講什麼 但他講一帶一路就很多人知道了 而西方基本上就是看你怎麼死 你看看他 山過山 地過地 而且那些人很多都是中亞和中東 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 我們不要高估了歐洲人 你看看為什麼歐洲人 對著我的烏鴉口 他又殺過一次 永遠都說不夠十年八年他又殺了 是吧 最近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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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的秀性是未改的 歐洲是很簡單的 你說幾句就打了一頓 還有 只要用武力解決的 他們永遠先用武力 他們是不談的 打了才算 我們中國人其實是出了一盆散沙的 我講這句話 很多人都罵我的 我們一盆散沙 中國共產黨沒什麼好 中國共產黨就是那個麻包袋 他帶起我們 帶起我們之後 無緣無故的一盆散沙變成一個下筆倒翁 很大份 每個人都會尊敬你 習近平當時選擇了這條路 第一 他當然要解決 我們中國什麼都不會做 但最近都練成了這個基建 Sawn可不可以把一帶一路的圖給大家看 這張圖給大家看 為什麼美國和日本不喜歡 因為你找不到美國和日本的 這張圖 剛剛 OK Sawn可不可以看到這張圖給大家看 OK 如果大家看到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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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不見日本 又不見美國 美國就好像這個島一樣 但是這張圖給大家看 把陸權 陸上 所有國家都貼在一起 甚至包括非洲 OK 這個 威力就很大的 如果 如果 他真的可以連 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威力出來了 第一件事就是東協 東協 最近通了印尼的鐵路 和老窩 老窩的鐵路 泰國也說要做 越南也說要做 OK 印尼現在還想做第二條 中東那裏 麥加朝聖 也跟他做了一條 大家感覺到之後 發覺到原來很好的 有路就有財 我第一次去海南島度假 很多年前 你不知道我會這樣做嗎 那時起了那些路 那我就 叫 我終於不認識 我去大陸坐車 那時候 請了司機 我喜歡 司機 可能都繞了一圈 最後那裏就有個很大的 他做的人造 天涯海角 很穩困的 那個是被你認為中國最穩困的景點之一 很穩困的 什麼都沒有 他就很恐怖 但是在頭中我發覺到有一樣東西 原來我們中國建了那些路 那時候 被人罵的 都沒有車 我們說大統元那時候很厲害 20年前 每天他那份報紙 只是報中國的交通意外 中國那時候有500萬架車 OK 就一年死3、4萬人 那樣的日報 那當然是很多東西報的 那到最近呢 中國那些車 由500萬增加到2億5千萬 死亡人數比以前更少 但是他不說這件事更少於以前 那當然是進步了很多 即是道路那個交通 你搭了那麼多車 死亡人數少了那麼多 但是他招惹是不是報告交通意外的 那麼如果你習慣這樣的媒體洗腦呢 你回到中國你真是怕的 一上車你說應該就撞死 我在海南島見到什麼呢 農民啊 那條納青路最好拿來做什麼 曬谷 哇整片路沒有車的 鋪了那些農作物 你沒有踩到的 那些農民很兇的 你知道嗎 啊 我真的要避谷 就是避開他的谷 是不是 那這些就看到了 等於最近中國你說有很多鬼城啊 建了屋 就是 有時候呢 我們花多少少時間 去了解多一些 最近我再說一句 我們香港的政府呢 以前是 無謂政府 什麼都不管的 去到肯做一點點東西 那現在就寫著夜繽紛 哇我們看到有很多報紙 那時候有兩張報紙 不說名字 又得罪人 就是你每天看他那些東西 如果訓練我的女兒 寫足文 什麼為之 negative的 破壞性的 那張報紙就對了 每天都是這樣的 你做什麼他都要破壞你的 大哥 我們等了政府那麼久了 肯做一點點東西 就摸著石頭過河 大家一起做啦是不是 行就行 不行就再改了是不是 當年我們對有一位老人家要 充分的協議 如果我看到他 就是董伯伯 董伯伯真是 香港的房屋應該兩軌制 是不是兩條制度 你發展商是發展商 但是我初買屋的那些青年人 我洗字區的那些 好像新加坡那樣 我有份有間屋的嘛 在香港是不是 你那些八萬八 打到他三萬八 八萬五 今次要砌到他 差不多 幸好董伯伯夠硬的 不會讓你砌入棺材 不是的 離譜的 香港 他一個人空檔喔 對著你全部港英的政府喔 近來是違反樓的班子喔 他沒有帶親信的 是不是 One man show 你都欺負他 真的覺得不對 是不是 不過那些是馬後炮 OK 說完了 說到一帶一路 你看到那個威力在哪裡 原來為甚麼人類 再說一次 人類的能力 是可以人定勝天 把所有這些陸地上 的東西 通運號 通甚麼 會實現的 我覺得這件事比上月球還好 通了之後 所有地方 是人類最多人口的地方 對不對 我上次說過 最近 你看美國 我們美國現在講的 今天講價值觀 我們美國的價值觀 就說我們是一個金字塔 我們是人類的外星人 你進到美籍就可以了 你每一個國家 要努力讀書 學講英文 對不對 然後考了進來 有貢獻力 你可以入籍我們美國 差一點的那些可以去英國 對不起加拿大澳洲都可以去 我們是這樣算的 又得罪了澳洲 但是呢 我們美國真是威風的 人家說你不走 我當然不走 我老爸這麼威風 天天打架劫舌 我們每一間房 一個泳池 一個 網球場 你吹嗎 美國人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做事都是 騙的 我做什麼鬼東西 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簽一張紙 印一張紙 定規矩 明天你又非法 他又非法 借我們美國合法的 是不是 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美國可以標會的 這個第一個 去了解這個 全世界的生產力 已經超過了人類需要的 我們吃不完 用不完 但是分配不公平 我們美國就一定有大份 我們不做事 印一張紙 就要你的東西 像不像那些貴族 他要你老婆也可以的 你女兒也可以的 離譜的 你不算我們看英國的歷史 那就是這樣的 那些叫做標會 即是你做了 他來拿 那麼大陸呢 可以做到一個 全都沒有侵略其他國家的 剛才我說了海權 每一個都侵略其他國家 而令到歐洲 或者美國肥 那些東西 大陸最近的掘起 大家不相信你自己去查一下 你喜歡用 檢查CPT也可以 英文 喜歡用文心一言也可以 你檢查一下 大陸這個興起人類史上最怪的 他沒有侵略 而能夠令到14億人 有哪個國家有14億人 是共同 熬餓 或者不是說 是共同有WiFi 共同有公路 共同有高鐵 人人有電 人人有水 你以為我講謊 你這樣查一下是不是 這次有機會 大家都回大陸 去看看有沒有電有沒有水 走一條街 會不會路有凍死骨 是不是 他們個個都可以卡拉OK去 去打骨 我們說 打火鍋 是不是 如果你在大陸 你一生有夢想什麼 我夢想去打火鍋 去卡拉OK 去打腳 對不起 我相信90%的大陸人都做了 不用很多錢 如果有一點點理想 我要理想越入過萬 這不是做不到的事 大多數人如果你有理想在大陸 就可以越入過萬 OK 這個社會是有機會讓你這樣做的 但是我們中國不標會 我們只能出口才是好事 其他經濟也不好 是不是很奇怪 全中國就要看著我們一定要出口 以前我們要出口 賺了美金 我們說美金無用論 中國最想買的東西 例如芯片 高科技 是不是 美金是買不到的 有沒有想過大家 如果美金買不到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出口 中國很簡單的一件事 最近我認識的朋友 包括海外和中國的 有一件事叫自駕遊 聽到沒有 其實鄧法官剛剛回到廣州 我有朋友就跟他自駕遊 OK 自駕遊 自駕遊這三個字很厲害的 我跟他說 就算在香港 台灣也不是很多人有的 是不是 現在在中國大陸 年輕人都 他還可以租一輛車的 weekend 不用自己買一輛車的 所以就去自駕遊 然後去農村落 是不是 做一個美麗的周末 看下海 看下星 跟著去吃燒烤 跟著去唱K 跟著說 你講完這裏 他都可能是1000-2000元人民幣 你想想 他四個年輕人做事 就可以合同一輛車去的 他車有七座位的 車裡面有四部電視 你知道嗎 是 真是很有趣的生活 他們能夠做到這件事 剛才在大陸 讓大家 阿桑如果有機會 上上第二幅圖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等阿桑準備下一張圖 休息 兩分鐘 我們回來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這個時代 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 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 你們的支持 借你點擊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 Buy Me A Coffee 俱樂部 所有的會員 將會享有 豐厚的福利和禮品 Buy Me A Coffee 連結 Buy Me A Coffee 連結 觀察集結號 今天我們請來余錦光先生 跟我們講講 十年 一帶一路 扮了十年 究竟 如何改變了中國的價值觀呢 Larry 總體講到 究竟有哪些是我們升級了 或者Larry可以跟我們繼續講 講到 沒有那麼重視出口了 是其中一條 剛才講到 是的 我們一定要改改這個腦袋 OK 中國呢 阿山上第二幅圖 看看中國的 十多年改變成怎樣 你看到這些圖 錯綜複雜 很多很多的鐵路 很多很多的道路 你去看十五年前的圖 是空白一片的 驚不驚人 那麽 那麽就是說 我再講一件事 現在全中國已經在基本上 生活改變了90分鐘的生活圈 你想想我們就上灣區90分鐘 你可以去到哪裏 看到多少東西 是不是 你上到 現在香港人很認識啦 什麼叫90分鐘 他們就去深圳了 他比你更厲害 他帶你去哪裏吃東西 我的朋友都說 你這次回來 我可以保證你每整個星期 每一餐都不同的 新經驗 這麽厲害 又不容易啊 這個就是 我們華人真的很幸福 全世界華人 聽到這裡 包括在澳洲 歐洲 加拿大 美國 香港 東南亞 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從來沒有華人有這麽威的 OK 你回到大陸 你能夠享受到他所有的東西 親身經驗 他的發展 而且是一個很合適的價值 很安全的城市 很多樣化 有深度 有闊度 有高度 各方面的東西 而且 整個社會都是在動的 OK 所以已經定了這個新標準 人類新標準 我再講一次 我 要講 十年前 一帶一流 整個 陸權 為什麽 美國沒有心機去發展 陸權 因為你發展到陸權之後 海權就沒有那麽重要 看看 將來 這個網 看看這個網 發展到 一帶一路都變成這樣 全部都是高鐵 接了 這個世界將來會怎麽樣 現在 我們美國經常講的 Democracy 用這個 這個就是 入鄉村去落步 所謂民主 民主 民主是有條件的 我的民主和你的民主是很不同的 你看我們曾經有20年時間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我們做了什麽民主 有朋友你問問他 他對美國在那裏所作所為 有什麽的 20年 你有什麽做不到 是不是 民主選出來的總統阿富汗 你那一走 不夠50分鐘 不是90分鐘生活圈 50分鐘就走了 那個阿富汗總統 還拿了很多錢走 好似的 好似的 但是你不是嘛 中國為什麽有其他國家 真的可以有一個指望 人類有一個指望 為什麽說 最近中國經濟好像有些 挑戰 嗯 有些 有些困難 是啦 我就說 大雲和大家 不要說我這個中國六官論 幾十年了 他連連都 是不是 好像生猴子那麽跳 啊 噴噴聲那麽去的 這次第一次 他傷風 大家就說到他入ICU要死 喂 他死亦都有5%增長啊 啊 我們美國都沒有啊 是吧 即是很現實的 去英國英國都1% 那你又不見到英國有問題 是吧 所以不要 我叫中英文overblown OK 即是 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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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最近的信心 其實你看 很簡單 我們用 巷龍18掌 去砌華為 是不是 啊 竟然被華為一招 一樣只堵穿了我們 最近那個 Mate60 砰砰 中國大陸的信心 回來了 知不知道那些朋友 早前被人打到死死下 明天就制裁你 好日制裁你 我們一起來就 那今天又制裁哪家 是不是 啊 這就是信心 信心 最近中國 做到那些 電動汽車 EV 嗯 那又傷了 歐洲的自尊心 是不是 歐洲我一直都在做車 要反傾銷 要制裁中國的車 我現在真的很好笑 啊 中國有什麼成就 你就要反它 反它是毫無理由的 不是說它 那些 就是為什麼它不敢說 那些東西 不漂亮 你聽過嗎 我沒聽到美國說一句 華為的手機 不漂亮 還沒聽過 歐洲告訴你 那些電動汽車 因為它不能說它 因為就算是Benz CBN 用的電池 也是在大陸做的 你沒得說 以前就說 知識產權 我們發明了一個名字 知識產權 你什麼都可以抄我的 那剛才我認識的朋友 在深圳鎮 在深圳鎮 我五六年前 我問Larry 死了 抄到沒得抄 我們這些東西都比他厲害了 還要怎麼抄 你聽過沒有 我就是抄到沒得抄 那就要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不知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就說它的新的東西 有源在 對不對 這個世界變得很可笑 但是 幸好 這個世界不只是有 Global North 不是只有10億人 歐美和五眼聯盟 衛入 美國 就10億人 但是 80億人 80億 90億 那些叫做 Global South 即是南方國家 有貧困的國家 那些國家 你哪一個領袖 你跟他說 他當然看中國 如果我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我不會想著 Democracy 投票 你傻的 你不要騙自己 如果我能夠像 中國那樣 有這樣的基建 有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人人都 那麼大人口都做到 中國14億都做到了 那麼我們那些1億2億 那些很簡單 應該 所以他們現在有個 模範可以學習的 OK 但是問題可以 不介意我這樣說 好像習近平說了那麼久 但是習近平現在還沒舉旗 跟全世界說 喂 你可以 跟我一起 我保證不到你 一人一票 那些我不懂 我保證你 有人有電有水 有WiFi 有手機 有支付寶 可以入口中國的東西 用人民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本證 你沒有橋我和你起橋 你沒有路我和你起路 不用像日本人的 餐餐爛尾 日本人最近有個名字叫爛尾 他所有工程都爛尾 他搭建整個亞洲 所以 沒有那一宗做到的 你告訴我 有哪一宗他做到的 對不起 日本哥哥 他那時候也很崇拜你的 最近你不行 OK 這就是現實 一些實際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 逼 世界去選擇 他就告訴歐美 歐洲和五眼 你再不幫我手 你那些特權就沒有了 我們略奪80億人 去益自己這10億人的特權 就沒有了 到時你真的要做事 好像有些人跟兒子說 老爸那些錢不可以花那麼久 要找工作 你出去找工作 這就是歐洲的現實 他們享受了那麼久 你看到那些行為很怪 他幫一下 還沒決定這個心 但綠權已經黏了他 現在中國已經勾錄了車城 講完這麽多 我講回這次新價值觀 我講出來很多人 會反駁我的 希望在留言 客氣一點點 罵得輕一點點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中國人常常 不知道什麽叫做創新 我們做生意的 第一件事 是怎樣做的 梁祖 你見過這麽多次做生意 我們這些很怪的中國人 第一件事 我便宜過你 喊你減價 減價 你預價30元隻 我40元兩隻 是不是 我們這個價值觀是很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做的事 我們沒有理會對方是怎麽樣的 我告訴你 有沒有人吃過長城牌罐頭 午餐肉 好嗎 其實長城牌罐頭 午餐肉 比我們這些 減價 我們這些減價 我們美國是什麽的 爛肉都搞成在一起 中國也沒有那麽厲害 只有那些豬肉 分別就是這個 長城牌狗真是豬肉 減價 我們減價就是什麽肉 什麽肉都是 垃圾 垃圾 你別以為我講 是垃圾嘛 但是spam 為什麼打贏長城華 有沒有人說出來 大哥 人家spam 花心機不是去肉那裡 是你怎麼開蓋子 spam 那個女兒用她的手指尾都可以開到的 原來開圓的罐頭是很有技術的 對嗎 我覺得 有一個鎖匙扭扭扭扭扭扭的 以前也有鎖匙 都是這樣 幾二十年月一日 你賣平五毛錢也沒用 美國有一樣東西我們要學習的 再說一次 今天講的新價值 我們中國如果要進去 令到服務業上升 人家賺多些錢 尤其是基層的人就是服務業了 服務業有一樣東西一定要做的 叫做user experience 客戶是用戶的體驗 對不對 例如你回到中國大陸 今早有朋友才發給我看 中國大陸那些無障礙的斜路 車道 你放一張輪椅上去 你會可以飛車的 他沒有考慮到他有斜路 有一個領導的拋頭 我現在一定要無障礙 放一張斜路就不做 是不是 你叫他領導來試一下 輪椅 他一上去就不敢用了 一定會扣死 對嗎 很斜的那些 你看到他回到大陸 有些樓梯上去 中間就有些石膊的 拉行李拉那些四四下 這不是真的完全創新不在其他幾項 第一步最簡單的就叫做user experience 互體驗 你生日要試 由頭至尾 你做一個工具出來給人去用的時候 由頭至尾你要試 然後呢 就將每一個行動你錄影了它 看了它 有領導聽到 試一下這招很棒的 第二樣的呢 你不用很多MBA ABC 第二樣就是流程表 你做一件事有多少個步驟 做任何老闆都是 每一個部門你就叫那個部門主管 你做一個流程表出來 每一年你跟他說 就坐下 這個流程表 有什麼要加有什麼要搞 好過你跟他做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說他有什麼表現 不用了 他管理那麼多東西 你只看流程表 你就知道他有沒有了道 還有這個 他做的東西可以不可以的 例如我們香港 最近發生的那些郵輪到 那些客人 這麼大的香港 這麼多郵輪 一千多二千人 我們搞到一鍋抱就怎麼樣 沒有流程表 沒有客戶體驗的報告 你做官不是只寫報告的嗎 我再罵一次 我又被罵了 懂英文 懂英文有效用嗎 跟你做工的那些 菲律賓那些人都懂英文 你中間有腦 我們用的是腦 就是怎樣去做那件事 是不是 所以在創新 再下去 就是要整個中國 我們賣的那些東西 你想想 如果所有中國的商品 可以賣貴百分之十的 不是由於 就這樣加價 是由於我們多了一個function 多了一個用處 是不是 這個月是怎麼做的 我們這麼多大學生 你說他們現在沒有工作 很多人不知道 為什麼最近 這麼多大學生沒有工作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們突然間一年 多了三百萬個大學生畢業 OK 現在你說二十個百分之十的好東西 就是 我們三十百分之十 我們七成 多了三百萬 也多了二百萬個工作 只有一百萬人沒有 百分之三十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那個教育改革 他將好多的技巧 就變成大學 那些大學 但這一年多了三百萬個畢業 很厲害 那時候好心做壞事 總之中國多了大學生就好 那麼多大學生就讓他出路 對不對 那些題外說不說 但是我說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人呢 讓他做一件事 要做問問題 我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有少許做教育的事情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由家長聽到這件事 如果你有子女 尤其是小時候那些 十幾歲那些 你想和她訓練她做事 你就不要扮先知 什麼都知道 你坐下跟你那個兒子女兒 在電腦前面 一起問問題 行不行 你試一下 你叫她問一下 OK 這個 中國 以前有幾多部汽車 現在有幾多汽車 全世界做汽車最大的國家是誰 是不是 那她就猜了 是吧 她猜完之後 我們就一起有個電腦去找 進去電腦找個答案 和會問個問題 你問民心一言 也可以 你問出GPT也可以 你問Google也可以 你問誰也可以 這個過程 可以教育到你的小孩子 如何去找尋找一個答案 和拿不同角度的答案 然後在不同角度 你們去討論 哪個真哪個假 你試一下做一下 那你的親子情就很厲害了 你教了你的小孩子 一件事 到大學也要有用的東西 出來做事也有用的東西 將來 所有有用的 尤其職場的人 是如何運用這些工具 不是每個念書 亂殺的答案 那些都叫厲害 死忌那些都沒有用的 是運用工具 而且能夠將它組織出一個答案 能夠可行的方案 那些人才是 那這個就 不要說什麼創新 我們現在全中國 將所有的產品 例如 如果有人夠膽的 大陸 就出來拿一張 Christian Dior 什麼 Louis Vuitton 那些漂亮的手袋 幾百元 將它拆 將它 拆掉 來講 為什麼那些皮 要有多少韌力 它設定那方面的東西 我們沒有這個branding 它就要賣五百元美金 我可以賣五百元人民幣 這個定規矩 中國現在新的價值觀 就要定規矩 因為你抄無可抄的 你肯定規矩 整個國民生產 你就變成最大的市場 這件事就很重要 很重要 我想說一下 我給你另一個例子 那時候 你試過買這一瓶水 是一元一瓶的 對不對 你看到有一瓶水 它中間收了EU的 那些水很差的 那些水 你說水多了就少了 跟一瓶圓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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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不是一樣的嗎 應該是它的份量 其實是少了的 它拿著腰 拿著腰 但是它不是大家 都是標準的一個大小 有些是 有些是 但是呢 它這樣一點點 它收你過半 是不是 它就說 用力很差一點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用戶 就是用客戶經驗 中國現在是可以做這些 說明我多了什麼 功能 我多了什麼 東西 我不是貴一倍 我貴20% 哇 這樣就厲害了 全中國的出口 這時候要改 不是每次都跟你設定 你搶去 然後我就比你便宜 還有一件事 Costco 大家在美國有一個refund policy 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的好事 我們不止不做事 我還要加上這條霸王條款 我用了不適合 我還給你 你不准吵我 No reason ask refund 是不是這樣 我上次看到 有個鬼哥哥被人罵 他買了一瓶紅酒給我 半桌拿回去refund 那時候看著他 那時候也被他refund了 那我真的覺得 那就是欺負我們製造商 對不對 我幾個製造商朋友 說到媽媽聲 做了些事情 你不要說我們29.9賣10件 我只是等於賣20元 你預算有幾元要匯分的 還能騙問也不能問 OK 然後就當垃圾盆扔掉 那這個就是 欺負到這樣了 所以中國自己要定規矩 而且你要解釋給你 整個Global South 那70億人聽 人類生存 是有一個基本要求 那基本要求不是投票 那基本要求是有水、有電 有屋住、有工作、有WiFi 有了這些東西 才是叫做人 那你這樣做 你就大大聲地說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再說一件事 就說我們真的要改腦了 因為中國已經不能單靠出口 我們出口還要加上服務 還有一件事最簡單的 為什麼所有華僑 應該回到中國大陸住三個月大灣區 貢獻一下 了解一下 因為中國可以成為全世界的養老中心 因為你沒有基建是配得中國這麼大份的 可以成為養老中心 那你多了一個服務業 全中國改了服務業 是不是 那種態度 你不懂得怎樣 用這個民心一言 有人問我們我們應該怎樣回答 讓我們的軟實力好些 是不是 那先說這麼多 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已經是來經半道了 但是我真的說這是一個機會 八年一遇 已經輪到我們中國人自己定規矩定秩序 而且你要夠膽出來說 這就是真正的國際華語權 開始的時代 好 多謝Larry 我們在下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 再跟Larry聊天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 好的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 我們在下個月下